農業其實是人類大規模破壞環境的開始 後來我們進入了工業社會 所以我們對於能量 我們對於資源的需求更大 對於環境的破壞更大 當然後來進入了工商社會之後 那更是不得了 這個叫做基林曲線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從過去幾百年過來 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不斷地上升 大概是1850年之後到現在100多年 全世界有了完整的氣象記錄 地表的溫度震盪走高 而且各位看那個斜率是越來越高 每一年我們幾乎都在破紀錄 而且這個趨勢一直維持著越來越熱 而且變熱的速度越來越快 大概150年我們上升了大概1度C 簡單的來看二次大戰之後的17年 1962年 Rachel Carson女士寫了一本書叫做《極靜的春天》 她特別提到說如果我們繼續這樣使用殺蟲劑下去的話 以後的春天因為鳥不會再孵出來了 所以鳥就不會叫了 這個春天會變得非常的安靜 到了1972年當時的羅馬俱樂部提出來說 我們不能這樣無限制的耗用資源下去 所以提出成長的極限 後來全世界各地的專家各地的學者 各地的環保運動者大家一起討論 聯合國後來在1987年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報告 我們稱之為布朗特蘭報告 或是說我們共同的未來 永續發展的概念和定義就是在這個時候提出來的 後來到了1992年 聯合國在巴西的里約 舉行了第一次的地球高峰會 後來每隔十年又舉行一次 對我們來講現在大家比較熟悉的 就是跟氣候變遷相關的京都議定書 是1997年在日本京都決議的 後來在前幾年2015年 在法國的巴黎簽署了《巴黎協定》 這樣的歷程為什麼會發生 事實上過去這一兩百年越早 文明的地方污染越嚴重 各位看這是20世紀 二次旦旦之後的美國洛杉磯 到了1969年 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事件 就是一條河川在美國俄亥爾州 突然起了大火 原因是因為上面一層浮油燒起來了 這樣一件事情喚起了全美國各界的注意 同時也讓美國在1970年代 有了各式各樣的環境立法 也催生了美國的環保署 台灣的環保署是1987年成立的 但是我們從1970年代就開始 有各方面的環境保護相關的措施 最早的那個年代台灣關切的叫做公害 就是污染 空氣水或是廢棄物各種污染 我們希望污染產生了以後 希望趕快讓它消失 但是那個概念是已經產生了污染 然後我們去防治 這個概念後來大家慢慢地 開始往前演變 到了1980年代大家開始重視自然保育 那個時候大家覺得說 我們的大自然必須要好好的保護 我們的國土非常的珍貴 我們的動物像植物像都是非常特殊的 所以大家好好保護 到了90年代我們開始有了一個整體的管理概念 公害發生之後再去處理 這個叫做管磨處理 我們希望源頭管制 也就是說希望事情根本就不要發生 所以呢這個系統從一開始 從源頭就要開始去規劃 所以這是環境管理的階段 好到了21世紀 台灣在21世紀過去這一段時間 我們的環境政策 或是我們對於永續發展的看法 基本上跟上了世界的腳步 我們當然有很多的政策 比方說資源回收 比方說水污染防治 或是空氣污染防治 這些政策有效的政策 也是我們努力的策略 而且非常的重要 當然回到最核心最根本 法律的管理是重要的 比方我們看到這張圖 這是我們前幾年通過的 溫室系及減量與管理法 告訴我們 我們在2050年的碳排放 必須是2005年的一半 這是不容易達到一件事情 我們已經把它規定在法律裡面 更核心的是教育 我們必須透過 學校教育跟社會教育 讓我們的下一代 還有我們現在已經成人的這一代 知道我們為什麼要這麼做 還有我們可以怎麼做 我們不是個人 獨善其身就好了 也不是說我個人去做一些環保行為 就可以影響這個世界 我們要促成的是集體行為改變 環境教育在長久以來 台灣一直在推 因為前幾年我們也有了環境教育法 希望透過環境教育的方法 能夠促進 國民了解我們自己跟環境之間是什麼關係 同時各位也看到 慈激大愛在很多的城市 也都設有環境教育的站 在推動各種環保的設施 官方 民間 學界 大家一起努力 希望能夠改變人心 因為人心是一切的根本 全世界 各國 一個國家裡面的不同的群體 不同的個人 我們唯有團結 才能夠達到永續發展的使命 我是葉新成 我在人文講堂 讓我們共同力行 簡樸生活 邁向永續 在憑永續發展地 都已經幫到